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第二个内容 我们来学习有关新兴产业中的竞争战略 同样也请大家先去简单熟悉一下 理解一下我们怎么界定新兴产业 它的一些背景知识 它的界定非常简单 什么叫新兴产业呢 是新形成的或重新形成产业 这就是我们讲的新兴产业 那为什么这个产业它刚刚形成 或是以前有 后来由于什么原因没有了 再后来它又重新出现了 我们同样把它进入新兴产业 对不对 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下面这段话我给你稍微解释一下 不过从考试来讲 这段话不要求你背 我们听一听有个大概的感觉 有知道这回事就可以了 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技术创新 技术总在不断进步 当出现新的技术的时候 这个新的技术就可能会驱动 一个新的产业来产生 这叫技术创新 它的原因表现 这个呢我举什么例子呢 我这两年讲课 这个原因主要举的例子 就是大家熟悉的VR 虚拟现实技术 没错吧 我们普通消费者 在过去是没有这方面需求的 完全是相关的企业 相关的机构 相关人员 在实验室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才能够研发出相关的产品 而这个产品呢 技术出来之后 它就带动一个新型产业的产生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那除了技术创新之外呢 另外一个原因是谁呢 消费者需求的出现 强调是新的需求出现了 消费者受了各种因素的影响 它产生了新的需求 而我们相关的企业 为了满足这种新的需求 它就可能会推出相关的新产品 那么这个新产品 就可能带动一个新的产业的发展和产生 这就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这个呢我再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吧 前两年比较活报的 共享单车 这两年发展可能受到一定的制约了 那么当初刚出现的时候 它典型的一个新型产业 它为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为了满足当时消费者产生的新需求 什么新需求 在大中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 满足消费者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出行需求 大城市因为距离都比较远嘛 我们很多消费者呢 可能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我坐地铁 我坐公交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 他没有办法直接到达 他所要求的目的地 中间可能还有个很短距离 公交车不去 地铁也不到 那这时候呢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距离呢不长不短 我走过去吧 又比较费时间 如果打车嘛 又不值大 这时候呢 共享单车就出现了 它就解决了消费者这种新的需求 出行最后一公里 这是很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包括哪些呢 包括这个国家 它整体的经济社会 发生了一定变化 那么随着这种经济社会的变化 就促成了有关产业的出现 和它的发展 这个我举哪个例子呢 举的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叫什么 叫城市矿山 这个说法听说过吗 可能没有听说过啊 没有关系 循环经济 这四个字 应该听说过吧 这就是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什么要城市矿山呢 就是我们现在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了 家里边呢 有很多的电子产品 我们有很多的手机 有iPad 然后呢 还有电视机 等等等等 很多小家电 就用电子产品 那我们知道 这种电子产品 如果寿命到了 或者用的时候坏了 那我们消费者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很多人呢 就可能把它就遗弃掉了 在城市里边 特别是大城市 就形成了所谓的 城市矿山 这个呢 一个方面 对环境有污染的作用 一个方面呢 也很难满足 整个地球可持续发展 这种资源的需求 对不对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 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 导致什么 导致出现这种循环 利用的这种相关的产业 这个大家呢 应该是听说过的 对不对 那这就是呢 我结合这些具体的例子呢 让大家简单理解一下 新型产业 它背后出现的一些 相关的这样一个原因 把这种背景 我们树立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呢 与新型产业 它有关的一些 具体这种知识 在这一部分 教材仍然是分三个内容 给我们做介绍 第一呢 首先为我们解决 或者是解释一下 新型产业 它的内部结构环境 这个环境 到底有什么相关的特征 给我们去做了一个总结 因为我前面说过嘛 新型产业 它不是一个具体产业 它是一个 符合某些特征的 我们相关产业 都可以界定叫新型产业 那么这些新型产业 它的内部结构环境 肯定是具有什么 相似性的 那我们教材呢 就为我们做这个 相关的总结 第二呢 给我们总结 新型产业 它未来呢 还要持续发展 在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会面对 什么样的发展障碍 然后第三 就给我们讲 在新型产业当中的 战略选择 这是想要这三个内容 那么从过去考试来看 这三个内容 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主观题 主要都是用选择题来考试 特别是呢 我们教材有关的原文 也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过去考的 会比较直接 会比较简单 那我个人判断 今年在新型产业 出现主观题的可能性 依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大家呢 在整个复习的过程当中 仍然建议大家 立足以掌握 我们讲义 给你归纳的一些 原文的基本标题 然后在掌握标题的同时呢 对于某些内容 请大家通过听课 适当理解 其背后的内涵 万一在某些地方 出现冷门的主观题考法了 我们能够把它应对下来 就就可以了 那下边 我们注意来展开 先看第一个 就是呢 教材为我们总结 新型产业 它的内部结构 环境 在这个内容当中呢 教材进一步 又分成两部分 为我们做相关介绍 第一个细小内容 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 现实当中 有很多具体的产业 都符合新型产业的界定 所以我们统一 把它称叫新型产业 那么这些不同产业 它所经营的产品 面对的消费人群 是不一样的 但是记住 它们存在 共同的产业结构特征 所以我们教材呢 就把这个 做了一个相关的总结 总结出 五个方面的 结构特征 这个我们过去是考过的 但是呢 都是考原文的选择题 按照我自己的判断 这个点应该 仍然是考原文的选择题 这个大家呢 再去把它稍微梳理一下 个别时候 可能用个别的案例 考某些特征背后的内涵 所以大家呢 下边要听课 给我听我的思路 把它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第一个特征是谁呢 强调 不管是什么具体的新型产业 这个产业在发展 出现的时候 都是依托一定技术 但是记住 这个技术 未来会怎么发展 都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换句话来讲 在这个产业 刚出现的时候 这个产业内部呢 有很多企业 这个企业呢 都可能掌握一定相关技术了 但是从未来发展来看 哪个技术会占主流 哪个技术呢 会在未来成为市场的主导 这个呢 谁也说不清楚 既然是说不清楚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其中的每一个企业 一定是凭借自己的判断 然后去追求自己的技术路线 有点类似于什么 有点类似于压宝 随着未来的发展 你压对了 你所压的技术路线 占主流了 那你就成功了 那如果你压错了 那你就失败了 这就代表所谓的技术的不确定性 这个呢 我给他举个简单例子 就可以理解了 什么例子呢 举的是显示技术 这个不要忘啊 显示技术是被我们国家 列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 我们国家把它上到一个 很高的战略层面上 那我们讲讲它的历史 谈到显示技术的时候呢 就离不开我们家里边用的什么 电视机 对吧 去回想一下 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家里边用的都是显像管 那种比较老式的黑白 那种大厚的那种电视机 那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后来呢 更新换代变成什么产品了 就大家熟悉的什么液晶 其实呢 我们完成说的叫平板电视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在当时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技术路线 哪两个呢 一个叫液晶 一个叫等离子 那你会发现 这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有过去那种大的 黑的那种电视机 显像管的 像这种液晶 或这种平板电视 过渡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技术开始出现 不同的方向了 技术在有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当时呢 液晶会占主流 还是说等离子会占主流 不同厂家就有不同选择了 那你看到 我列了主要的阵容 这个阵容 选择液晶的 比较代表的厂家呢 就是三星夏浦 选择等离子的 典型代表厂家就是长虹 这不就是厂家他做压宝了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个技术路线 慢慢清晰了 液晶占据了主导地位 等离子慢慢被市场淘汰了 这个结果就出现了 什么结果呢 长虹因为压错宝 占错了阵地 结果呢 长虹他投入巨资 用于等离子生产线的研发 使用生产 全部就拿不回来了 那也直接导致呢 长虹他的业绩一直在亏损 而相应的 像三星啊 凭着这个 就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获得了很长远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现实 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 这种液晶技术 它还在不断进步啊 哎 后来又出现了新的东西 什么新的东西呢 一个叫KLED量子点液晶技术 一个呢叫OLED液晶技术 又出现了新的研发的新的技术 那这两个技术就是我们现状 就是呢 这两个技术 未来在市场当中 哪个占主流 现在呢 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相关企业 又开始选择站队了 其中呢 选择KLED量子点的 包括所谓的三星 京东方TCL海信 主要是以三星为核心 另外一个阵容 就是选择OLED 哎 像LG啊 索尼啊 创维啊 长虹啊 康家呀 这是选择这个技术路线 其中核心的 一个是LG 一个是索尼 那大家平时 你去到市场去买 电视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 这两个阵营的厂家 都会催须 这两个技术路线 各自的好处 没错吧 但是呢 我们拭目以待 再等个几年 你就会看出来 这两个路线 哪个路线会成为市场的主流 那没有选择路线的企业 最终一定会陷入亏损状态 这是代表什么呢 所谓的技术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你理解了 它的第二特征就出来了 什么特征呢 强调 战略 它具有不确定性 换句话来讲 如果整个技术未来发展 你不知道 你确定不出来它的主流 是不是 我们相关企业做战略的时候 这个战略也明显带有不确定性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谁呢 成本的迅速变化 怎么理解这个迅速变化呢 我给你画一个简单的模式图 就看出来了 这个图 横州代表什么呢 横州代表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纵州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讲成本 这个成本是个笼统的概念 那所谓的迅速变化 指什么意思呢 它会变出这样的变化特征 就是 新兴产业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整体成本水平比较高 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不断成熟 稳定 它的成本呢 会随之而迅速下降 这是所谓的叫成本的迅速变化 反映到市场当中 典型的表现是什么 典型的表现就是说 新兴产业 它所推出的产品 刚面试的时候 价格会非常的高 因为它成本比较高嘛 随着技术的不断的 演化成熟稳定 成本呢 会迅速下降 伴随成本下降 相关产品的价格 一定会迅速下降 这个思路呢 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典型的例子 就前面我们讲的 VR产品 我们戴上眼镜 看那种电影 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两年呢 价格成本还都比较高 那你可以看一看 也是拭目以待 等过不了几年 我们有关VR产品的价格 一定会急剧的下降 当然前提是 这个产品能够真正 被消费者所接受 那么想我们第三个 第四个特征 像谁呢 萌芽企业和另立门户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在一个新兴产业当中 存在大量的萌芽企业 和另立门户的现象 这是我们所总结 它第四个特征 那这个呢 我们简单说一说 大家不用过去的去复习 为什么会存在 大量萌芽企业呢 因为这是个新兴产业 刚刚出现的 既然是刚出现 那就说明 这个产业内部很多企业 它也是刚刚成立 就是为了获得相关新产品 或新技术 它刚刚成立这样的企业 所以基本都是萌芽企业 那为什么属于 存在另立门户的现象呢 就是因为 在我们现实当中 可能有些产业 已经发生很成熟了 那么在这种发展 很成熟的企业当中 有很多大企业 这个大企业呢 有很多员工 他可能本身具备很强的 创新思路 创新精神 他会有新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大企业 他发展一种规模之后呢 他会变得很保守 他可能不愿意 进食尝试这种新的想法 所以这种员工 他有新的创新思路之后 在原来企业当中 就很难把它落地 很难去实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员工就会选择辞职 然后呢 把自己想法呢 去付诸实践 这不是像我们时髦的说法 叫创业吗 所以呢 就形成了所谓 另立门户的现象 能数据清楚吧 就最典型的 比如说像滴滴的创始人 应该叫成为一个年轻人 年龄比我还小 很佩服这个人啊 他就是在原来的互联网企业工作 那这种互联网企业呢 他虽然也强了创新 但是呢 他发展一个规模之后呢 他就会与定的保守了 他有一种想法之后 这个企业不能够实施 所以说他就辞职 自己呢 来创办了整个滴滴 开辟了一个蓝海市场 那这场呢 叫另立门户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五 叫首次购买者 什么叫首次购买者呢 意思是说 新兴产业 刚出现 所以他推出一定是新产品 如果是新产品 说明什么 说明啊 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以前从来没有消费过 都属于首次购买者 听懂了吧 那为什么首次购买者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词 他对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呢 记住 首次购买者 他会表现出一定的心理特征 什么特征呢 请再做个去想一想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你是第一次接触某种产品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甚至没有听说过 突然发在你面前了 让你去买 而且可能价格还比较高 你有什么特征 心理上的 你可能会有点犹豫 可能会有点迟疑 这个东西这么多钱 值得不值得呀 会有这种想法吧 如果消费者 在面对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表现出犹豫啊 迟疑啊 怀疑啊 这种心态 他会轻易的下购买决策吗 肯定不会 消费者如果不轻易的 下购买决策 产品卖给谁 是不是对产品的销售 就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这就是强调 他背后的道理 把它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这五个 共同结构特征 内涵梳理结束 结束完之后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教材又给我们介绍 另外一个内容 讲的是新兴产业 早期的进入障碍 记住是早期进入障碍 千万不要光看进入障碍啊 是早期的 什么要早期进入障碍呢 就新兴产业刚出来 我们有投资人 可能嗅到 他存在一定商机 他就打算 刚出现这个产业的时候 就进入这个产业 就叫早期进入 没错吧 但是记住 这个早期进入呢 不是你想随便进就可以随便进的 他会有所谓的进入障碍 我们教材呢 就给我们总结了 如下五个方面 这个呢 我们过去也是放在选择题 考原文比较明显 所以我今年呢 仍然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 主要应对原文的选择题 我们在这呢 把思路稍微梳理一下 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技术引发的障碍 换句话来讲 你这个投资人 你打算进入这个新型产业 那么在产业刚出现的时候 你打算进来 你能不能具备相关的技术 如果呢 你掌握不到相关的专业技术 你能进来吗 肯定是不能进来 它会有一个很高的性账碍啊 然后第二次呢 获得分销渠道 思路很清楚吧 假设你进来了 你要生产 生产出产品中呢 要卖掉 如果你不能够获得相关的分销渠道 你产品能卖掉吗 能卖不掉 卖不掉 你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不能维持再生产 所以说 这就构成另外一个障碍 第三是谁呢 得到适当成本和质量的原材料和其他投入 记住啊 一个是适当成本 一个是质量 后边我们讲的原材料和其他投入 就简单理解为 这个企业 这个投资人 进入这个新型产业之后 要展开正常的生产 生产呢 就需要原材零费资源的投入 这个投入构成什么 构成你的生产成本 那你去分析一下 如果你得不到适当成本的这种资源投入 换句话来讲 这些资源的价格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是不是说 你生产出的产品 价格就会非常高啊 价格高 肯定会进不制约 你产品卖不出去 没错吧 另外是谁呢 适当质量的原材料 原材料质量 直接影响谁 直接影响你产品的质量 因为是新型产业 刚出现的 那就说明 它的原材料供应这块 可能还很薄弱 原材料供应商可能很少 技术水平呢 也参差不齐 它给你提供原材料 可能质量并不并很过关 如果这个原材料质量不过关 直接影响你产品的质量 影响你的市场竞争力 影响消费者对你的购买欲望 嘿 这就是想第三个障碍 第四是谁呢 经验造成的成本优势 能联系前面 我们比如专业术语吗 哪个术语 经验和成本联系带 叫什么 这不是经验取缘效应吗 而经验取缘效应 主要靠什么来表现出来的 累计产量 是不是又跟产品销售连那块去了 如果你打算进入这个产业 而且是早期进入 你生产出的产品 消费者都不接受 你不就卖不掉吗 卖不掉 你不可能扩大产量啊 那就说明 你实际的累计产量 也不可能提高 那如果你实际累计产量 不可能提高的话 这种经验取缘效应 你就享受不到 享受不到 你的成本就比较高 你就没有竞争优势了 这是竞争很高的一个障碍啊 最后一个就是风险 因为新兴产业刚出现的时候 风险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你要看一看 你具备不具备抵御 抗争风险的这种能力 这也是构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那么这是我们书里的 关于新兴产业第一个内容 它的内部结构环境 教材分两部分 跟我们讲的相关内容啊 那这个书里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教材给我们讲 新兴产业的 发展障碍 一定要弄清楚标题啊 我们前面书里的细节内容 指的是早期进入障碍 现在讲的是发展障碍 也就是说 新兴产业现在已经形成了 现在后续呢 还要进一步扩大 那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 它仍然会面对相关的障碍 这个大家把思路弄清楚 这个内容呢 我们也请大家 简单复习就行了 这个涉及考题的概率 和分值都不会太高 教材总结这个发展障碍的时候 记住 是站在武力模型的角度 为我们总结的 只不过呢 这里面涉及其中三种力量 我们直接呢 来看看三个障碍的具体表述 第一是谁呢 原材料 零部件 资金 和其他供给的不足 第二呢 就是顾客的困惑 和等待观望 第三是被替代产品的反应 联系武力模型 能对出是哪三种力量了吧 第一 对的是谁 供应商 第二 对的是下游的买方 第三就是替代品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新型产业扮演的是替代品的角色 被替代品 它会有反应 是这个思路了吧 那我们看看 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第一个所谓的发展障碍 就是指原材料啊 这些零部件资金 这种资源的投入 在新产业后续发展过程当中 会出现供给不足 你发展太快了 原材料跟不上了 跟不上会有什么表现 表现就是原材料供不应求嘛 对不对 那你想 如果你是提供这种原材料零配件的 这种供应商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肯定会 赶紧把价格提高 我好多赚一点嘛 如果供应商 把价格提高了 作为新兴产业内部的现有企业 会遇到什么压力 很清楚 它的成本上会上升 会给它带来成本上升 这种所谓的经营压力 那么就会制约整个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是第一个障碍的表现 第二呢 就是联系谁 联系下位的客户 客户呢 远出困惑和等待观望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联系前面我们讲 是不是首次购买者 这个词还记得吧 我前面解释过 如果顾客都是首次购买者 面对你产品的时候 他会感到困惑 感到犹豫 感到怀疑 他会等一等 就会直接影响你产品的销售 给新型产业带来销售上压力 产品算出来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什么 是不是我们产品资金就回笼不了 就很难获得利润 很难再去持续发展啊 那么这是我们前面的第二个 这个呢 其实现实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什么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抛开政策因素不讲 比如说政府给什么补贴 等等 把因素抛开 单纯在新能源汽车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有很多消费者 对新能源汽车 其实是怀有一定 带有一定怀疑态度的 你说的这么好 续航能力多少多少公里 真的能续航吗 现实就是很多新能源汽车 续航能力达不到他宣称那个程度 他宣称能够续航300公里 在北方可能跑个150 200就够了 就到头了 那消费者对你产品就会有一种 所谓的怀疑的态度 那么他怀疑你的性能 他会买你车吗 他自然就不会轻易的下决策 那我们新能源汽车 产品升得出来 卖不掉 卖不掉 他资金回笼不了 他就没有办法获利润 没有办法获利润 只能烧钱 烧钱是不可能长期的 就构成他发展的障碍 比较典型的像什么 蔚来汽车啊 像什么 是小鹏汽车还是小牛汽车 我记不住了 都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这是第二个 第三是谁呢 叫被替代品的反应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 会带来什么 会带来降低成本的压力 因为你作为新型产业 你推出产品了 那你这新产品呢 一定会对原来产品 提供替代效应 而原来产品呢 不可能坐以代币 他肯定会进行反击 反击的时候 常见手段是什么 那不就是降价吗 那如果老产品降价了 你这个新型产业 推出新产品 那肯定要干什么 价格要适当下调啊 你如果价格一直高高在上 你肯定顾客会流失 那么你要想把价格建下来 就会带来降低成本的压力 这思路非常清楚啊 那这就是我们总结第二个 关于新型产业的发展障碍 大家呢可以再去 适当地把它巩固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内容 教台给我们讲 新型产业的战略选择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正好是一个 新型产业内部的一个企业 面对新型产业 这些所谓的特征 比如说它有早期的金融障碍 有未来的发展障碍等等等等 那我们到底应该选择 什么样具体的战略 思路是这个 这个内容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出现过考试题 那么大家呢 可以适当去把握一下 同时提示 这个内容呢 因为教材讲的时候 讲的特别的繁杂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呢 去过分的去阅读教材 从考试经济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投入产出是不成正比的 我们怎么建议呢 就按照我讲义给你总结的关键词 或者呢 给你总结的这种文字 把相关战略选择思路 把它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针对其中第四个 我们要求大家 按照教材的解释 再去把它稍微展开 因为这个地方 教材讲了一些细节的东西 我们建议大家 要有它适当的掌握 那这是呢 教材所讲 四个主要的战略思路选择 我们在这呢 把它整体归纳一下 第一个可选择是谁呢 就是要塑造产业结构 这是什么意思 要理解啊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新兴产业内部的一个企业 新兴产业强调是刚形成的 你想刚形成的产业 它内部的整个结构也好 它整个的竞争规则也好 它有没有成型 肯定是没有成型的 我们常说这个产业 还没有游戏规则呢 对不对 那你想一想 在这种产业经营的时候 如果你经过你自己的努力 你把这个产业的结构 把这个产业的竞争规则 你把它确定下来 说明什么 事不说明 你对整个产业就会有很大的发言权 你会影响整个外来发展趋势了 那这就可以帮助你去获得很强的竞争优势 所以记住 它所讲的塑造产业结构 通俗的解释就是你自己来为这个新产业建立游戏规则 就像大家平时看那些江湖上那种大片 特别是港台的江湖片 是不是发现整个这个地区谁是黑板老大 我这个黑板老大 我整个这个地区我说了算 我说怎么做就该怎么做 这就是我来决定游戏规则 那我对整个地区整个产业的发展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思路是道理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选择 然后第二选择是谁呢 叫正确对待产业发展的外在性 这个词在座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们前面有个地方呢 讲过类似词 但是文字不一样 什么地方呢 就是前面我们学并购的时候 并购呢有三大动机 想起来没有 其中第三个动机叫什么呢 克服企业负外部性 想起来了吧 我们这边所讲的外在性 其实就是外部性 用词不一样 含义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前面解释过什么叫外部性 对不对 大家呢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 我在这呢重新把它归纳一下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一个企业当你做出某些决策的时候 这个决策 这个行为 除了对你自身会有影响之外 这个影响还会扩散到企业外部 对其他企业 甚至整个产业产生一定影响 这叫外在性 能听你思路了吧 那什么要正确对待产业发展的外在性呢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是一个新型产业 内部的一个现有企业 那我肯定要做我自己决策呀 我这个决策 它会展示效果 这个效果呢 会对我企业自身造成影响 但是千万不要忘 这个效果也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如果我这个企业在做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我就想着我这个企业怎么去发展 我这个企业挣多少钱 完全考虑是我个体的利益 那你想想 产业当中有这么多的企业 每一个企业都强调自己的利益 作为整个产业 它整体利益 有没有可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肯定是不行的 接着再去理了 如果整个产业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它的发展都不好 产业内部的每个企业 它的个体利益 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吗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这里边所强调 正确对待产业的发展外在性 我们就总结为是谁呢 产业整体利益 跟个体利益 要有效的协调 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呢 不要只考虑自己的个体利益 先干什么 先考虑整个产业的整体利益 先想着我们共同努力 把整个产业做好 产业都做好了 它又很好的发展前景了 我们作为产业内部的个体企业 我们所追求的盈利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这个思路能理解了吧 这就是第二个相关的选择 那接着第三是谁呢 我们强调 注意产业机会和障碍的转变 在产业发展变化中 占据主动地位 意思就是说 新型产业未来还会有很长的路 再不要走 那么在未来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 环境总是在发生改变的 这种环境变化呢 就可能会给产业造成不同的影响 比如说 有些东西现在看 是机会 但是随着未来发展呢 这些环境因素 它所带的机会 有可能会准备所谓的风险或威胁 反过来 有些环境因素呢 现在看起来是威胁 但是未来呢 可能会变成机会 所以我们第三个战略选择 就是要求新型产业内部的企业 这个企业的管理者 你必须干什么 能够对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 做出敏锐的观察和敏锐的判断 能够掌握整个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这个趋势你抓住了 你所做的战略决策 才可能是准确的 才可能保证你这个企业 在整个发展的竞争当中啊 占据你的主动地位 占据你的市场地位 思路把它理解就行了 这就是第三个选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第四个选择 是谁呢 强调面对新型产业的时候 如果我们打算进入这个新型产业 注意了啊 要选择适当的进入时机 和选择适当的进入领域 我们先说说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指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现实当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新型产业 比如说有什么生物制药啊 有什么新能源啊 有什么海洋工程啊 这都是我们国家所界定的 战略新型产业的具体表现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新型产业吧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投资人 我们打算要进入一个新型产业 你就必须要考虑了 我到底是进入生物制药啊 还是所谓的新能源呢 还是所谓的这种海洋工程 这就是强调 要选择适当的进入领域 那数据清楚了吧 但是呢 我们教材讲具体内容的时候 领域这个内容 根本没讲 全讲的是谁呢 全讲的是选择适当的进入时机 讲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大家先把这个标题的 思路或者教材讲法呢 把它知道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看看 既然他谈到选择合适的进入时机 那什么叫合适 接下来呢 教材就为我们总结了 两个典型的选择 哪两个典型呢 第一 面对新型产业 我们可以选择早一点进去 产业刚出现的时候就进去 第二选择是谁呢 我们不要那么早 我们等这个新型产业发展的一定程度 很多东西可能慢慢成熟定型了 我们再选择进去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选择 能听懂了吧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教材为我们总结的就是这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呢 第一 当下列基本情况具备的时候 适合选择早期进入 刚出现就进去 第二是谁呢 当下列情况之下 早期进入将是非常危险的 那就说明如果符合这些情况 就不要早点进去 你要等别人把市场都汤出来了 基本都成熟了 你再选择进去 这就是想到两个不同的选择 那这里边你看到 两个不同选择 分别对我们很多不同的情况吧 那这个内容呢 第一从来没有考过 第二这个内容应该具备一定的 案例分析的可考性 所以我们请大家把这个要把它展开 逐条的稍微理解掌握一下 那下边呢 我带大家去把它稍微梳理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选择 就是呢 适合选择早期进入的情况 包括哪些呢 第一种情况 企业的形象跟声望 对顾客至关重要 企业可因作为先驱者 而提高你的声望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在这个产业当中 你这个企业 如果呢 具备很好的形象 很好的声望 这个声望呢 可能在很多方面填出来 比如说 你产品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比如说 你的技术特别的先进 这就是声望的具体表现吧 那么在这个产业当中 如果顾客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 非常看重相关企业的形象 跟他的声望 是不是说明 你这个企业 选择早一点进去 经过自己的努力 去塑造你的形象 去建立你在某些方面的一种声望 比如说我致力于技术创新 我的技术一定是最好的 消费者都非常认同 没错吧 那么在这种角色下 就可以选择早一点进去 然后形成你的声望 形成你的威望 然后呢帮助消费者去 对你的产品形成购买欲望 产生购买行为 这是我们所谈的 它的第一个适用情况 适合早期进入 其实呢 如果按照我们对新型产业 早期进入这个相关的研究 它做了什么 思路就是告诉我们 作为早期进入 开拓者 先驱者 可以凭借记住自己的技术创新 来形成消费者 对你产品的偏好 跟你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是谁呢 产业中的学习曲线很重要 经验呢 很难模仿 并且呢 不会因持续的技术 更新换代而过时 早期进入企业 可以较早的开发 开始的学习过程 这条文字很长 怎么理解 记住 首先 这条告诉我们三个线索 三个线索要同时具备 适合早一点进去 哪三个线索呢 第一 这个产业的学习曲线很重要 帮我回忆一下 学习曲线依据什么 产生什么结果 学习曲线依据的就是你累计的实际产量 累计实际产量越高 你的成本就越低 是这说法吧 那就告诉我们 这个产业呢 学习曲线很重要 那就说明 谁能够累计产量多 谁就容易 更容易降低成本 那他就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 这是第一个线索 但是记住 第二个线索要同时具备 什么具备呢 这个学习曲线所对应经验 它很难被对手模仿和复制 你不能说 我有学习曲线效应了 我带队成本下降了 对手很容易模仿复制了 那对手如果很容易模仿复制 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 你的学习曲线所带来成本降低优势 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第二个 要同时满足 它不能被模仿复制 第三谁呢 这个经验 它也不会因持续的技术更新换代 过时了 这三个线索同时满足 往年讲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不会扩展 很多学员可能听完之后 也就是 大概是个情况 懵懂懵懂就把它看完了 我今天给你做个提示 怎么提示呢 因为学习曲线 核心的是联系成本降低 没错吧 你想一想 谈到成本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内容 是谁呢 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 其中一个就是成本领先 那你会想一下 我们学习成本领先战略 讲过一个它的风险 想起来没有 三条风险吧 三条风险呢 我们是用观念词总结过吧 哪三个观念词呢 第一 技术变化 导致你的成本优势没了 第二是什么 第二不是需求发生改变了 对不对 第三是谁啊 就是对手很容易模仿和复制 你想起来了吧 那你想一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两条经验很容易 就是很难被模仿 也不会因技术更新换代而过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联系成本领战略风险 去把它掌握一下就可以了 这道理很清楚了吧 所以我们分析完这三条线色同时满足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应该选择早一点进去 越早进去 越早开始生产 那么你累积的产量就会越高 可以充分享受学习权效应 所带来成本降低的竞争优势 这是我们前到第二个情况啊 就看第三个是谁呢 顾客忠诚非常重要 那些首先对顾客销售产品或服务的企业 将获益 那么这条呢 跟第一条思路非常的相似 相相似 就是说呢 顾客忠诚对企业很重要 如果我这个企业有一大批的老顾客 忠实顾客 我就很容易获得进入优势 那就是怎么办 很清楚 选择早一点进入这个产业 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 凭借自己的产品优势 把很多顾客吸引过来 给他最好的产品 给他最好的服务 那么这些顾客就会变成你的忠实顾客 有了这么一大批忠实顾客之后 可以帮助你形成很强的竞争优势 这是第三种情况背后逻辑 就看第四个情况 早期与原材料共用 分销渠道建立的合作关系 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这句话呢 猛一读不带好读 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 感觉的很拗口 你把它理解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如果面对新型产业的时候 你选择早期进入了 是不是说明你越早进去 第一 你越能够和原材料供应环节 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甚至你直接控制原材供应了 这不就是后向一体化吗 也可以是谁呢 你跟下游的分销渠道 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了 甚至直接控制了 下游分销渠道 这不就是前向一体化吗 那意思是说 如果你早一点进去 你通过这种做法 把上下游 都把它控制下来了 不管是建立合作关系 还是把它并购过来 还是直接自己去投资进入了 这个就有可能 对你后续的发展 整个产业发展 产生很大的良性的影响 因为你控制原材料供应了 你的成本会比较低 质量有保障 你控制下游分销渠道了 你产品生产完之后 就可以高效地把它转移出去 把它卖出去 是不是你可以获得 很长的竞争优势 那如果是符合这种情况 就适合选择早一点进去 从而控制上游 控制下游 就这个思路 那么这是我们总结 第一个选择 它出现的四种不同的情况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个选择 就是它不适合早期进入 适合晚一点进去 教材讲了三种不同情况 文字比较长 慢慢去读 第一是谁呢 早期细分市场 与产业发展后 成熟后的细分市场不同 早期进入的企业 建立了竞争基础之后 在产业发展成熟后 面临过高的转换成本 读完了 慢慢去琢磨它背后的内涵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市场随着产业的发展 它也会再发生变化 包括消费的需求 包括我们整个竞争的机制情况 等等都会发生改变 那这边就告诉我们了 早期的市场状况 和这个产业发展一段时间 慢慢成熟 定型之后 它的整个市场情况 不一样了 包括需求也不一样了 包括进入机制成功 也不一样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企业选择的是 早期进入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这个企业 所有的投资 都是围绕谁 都是围绕 早期的市场特征 来做出的 但是呢 这种投资完成之后 随着市场的变化 后边的市场 跟早期不一样了 那你早期的投资 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水漂了 因为它不再适用 变化之后的市场特征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个企业 就有可能 由于投资打水漂 背上很沉重的包袱 使得在后续发展过程当中 你就可能会出于竞争的劣势 因为如果你按照市场的变化 想去转换的话 你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那这种代价就可能拖累你的收入 拖累你的利润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 这个基本的思路 大家把它理解到 那这个数据完之后呢 接着看看第二情况是谁呢 为了速到产业结构 需要付出开辟市场的高昂代价 其中包括顾客的教育 法规批准 技术开拓等 而开辟市场的利益 无法被企业专有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大家慢慢读两遍应该就可以慢慢砸磨出其中的味道了 我举例子 什么例子呢 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共享单车 能想起来了吧 你回想一下 在前几年共享单车 刚刚出现的时候 主要的进入者 那不就是OFO小黄车和摩拜 其他的我们但是也不管了啊 这两家企业呢 为了开拓这个市场 为了占据足够的市场优势 是不是当时大打出手啊 都是很多的资金投入 烧钱到处来布点 到处托放这种单车 这里边就扁什么地方 就扁在他花了很多的代价 进行市场的开拓 什么开拓呢 他就必须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共享单车这个做法 让消费者去尝试 尝试完之后呢 让消费者能够继续来使用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成本支出 什么优惠了 免费骑单车了 很多很多用刺激 花了很多钱 烧钱 对不对 那你看到 经过若干时间的努力之后 消费者慢慢接受这种产品了 很多消费者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 在当时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是不是 很多消费者接受这个产品之后 这个市场呢 并没有被小黄车跟摩拜 联案企业分割 后来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进入者 我们过去常说叫什么呢 就是他用不同的颜色 来代表一家公司 小黄车 小乘车 后来也出现了什么 小蓝车 后来出现什么 土豪金 小绿车都出来了 当时还有一篇文章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有一个评论文章 是什么呢 共享单车留给创业者的颜色 已经不多了 非常前远求的一个标题 就是代表市场被两岸铁铁开拓出来之后 但是呢 他不能独享 后来很多投资者要进入 跟他抢这个胜利的果实 这说明什么 套中国的老话来讲 就是我花钱给别人做了嫁衣 那这不值当吧 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 企业呢 你可以选择 我不做这个先驱者 我往后靠一靠 等别的企业你都做好了 我在干什么 我在顺理成章的进入这个市场 来抢一定市场份额 这就可以了 能记住了 对不对 典型例子是谁 还是共享单车吗 按照现状来看的话 小黄车基本黄了 摩拜还在有 只不过呢 可能另立门户了 不能叫另立门户啊 可能换了这个所谓的东家 他被美团收购了 对不对 那你发现 现在有一个企业开始出现了 谁 滴滴 滴滴的小蓝车 不敲声 不声声的 慢慢慢慢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那大家你看你身边 小黄车很少见了 除了那种橙色的原来的摩拜之外 又出现了蓝颜色的共享单车 你去观察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所强调的 第二个情况 把它理解一下 然后接着 第三个情况是谁呢 技术变化时早期投资过时 并使晚期进入企业 因为拥有最新产品工艺 而获得相应的回报和收益 那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 强调技术总在变化的 跟前面来一条套戴的情况呢 我们前面总结 新产业内部的共同结合特征 第一条 技术带有不确定性 对吧 那就说明 技术总在变化 那技术呢 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选择早期进入 按照最早的技术判断 进行了投资 万一未来的技术发展变化趋势 跟你判断不一样 你所选择的技术路线 过时了 被淘汰了 那你的投资就全部打水漂了 那打水漂就意味着 在后续发展当中 你就完蛋了 而那些选择晚一点进去的 等技术机会明确了 这种企业 是不是就可以获得相关的收益了 这就是想第三种情况 这个就按照前面 所往例子里也就完事了 什么例子呢 我前面讲过显示技术 还记得吧 是不是讲在一开始的时候 平板电视有两个技术路线 一个是液晶 一个是等离子 其中呢 中国的长虹选择了等离子这个阵线 但是后续的技术变化 是什么 等离子慢慢变远化 淘汰了 液晶占了市场的主流 而长虹 他选择站位等离子 那么他的所有投资 就完全打水漂了 包括产品的研发 包括整个生产线 所以说他一直被上亏损的包袱 而后来的那些企业 基本一开始就采用液晶 所以在后续发展 他就获得相应的收益和回报了 那这是想到这个基本的思路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四个战略选择方向 强调选择适当的进入时机 教材所总结的两个不同选择 这两个不同选择所对应的不同情况 就把它逐条数理清楚了 这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内容 请大家尽量按照你的时间精力 我们能够掌握多少 就掌握多少就可以了 那这个数理完之后呢 我们关于新兴产业所有的理论知识 也就全部结束了 理论知识学完了 那接下来我在这呢 也是展示一道例题 这道例题呢 是2015年的单项选择题 坦率的讲 这道题应该是很简单的 他将来说 下列各项中属于新兴产业 共同结构特征的是哪一个 什么考法 直接考教材原文 虽然这种选择题 在我们最近17年18年 不多了 但是呢 这种题你绝对不能忽视它 因为它随时可能会重现 所以我们在这呢 就结合新兴产业 简单去列列就可以了 记住他考的是 属于它共同结构特征的是哪一个 A这样来说 进入诈碍低或存在退出诈碍 这是不是 这肯定不是 这是我们书里的什么 这是书里的零散型产业 它零散的原因之一 再看B 不存在规模经济 或难以达到经济规模 这肯定也不是 这也是零散产业零散原因之一 C 市场需求的多案 导致产品的差异化 这是不是 这肯定不是 还是零散型的原因之一 答案就是D了 战略的不确定性 其实不很简单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这种题目出现的时候 不同选项 它可能是来自于教材不同的地方 而这种考法 也是要求大家 在脑海当中 对于我们学过的知识点 这种不同的逻辑框架 你必须非常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话 这种选项 有的时候 就可能由于一疏忽 或一时弧度 就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了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道题答案 我们就把它确定下来 那我们对于新型产业 就列举这么一道例题 其他更多题目 我们还是放在习题班 我们到这儿 就把有关中小企业经济战略 它的所有内容 就把它全部结束了 也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 再去把它反复的强化 复习扎实 请大家订阅一下 感谢观看